那前一阵子台湾的那个前地区领导人马英九 就带了一批的年轻人学生去大陆访问 感觉是非常的成功了 结果后来大陆也回馈 也带领了一批的学子来台湾的访问 这个事情在媒体上也得到广泛的这个报道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也希望能够看到两岸有更多类似这种交流活动 现在两岸主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教科书的问题 把这个年轻人独化 三十岁以下的这些年轻人 全部都受到这些台湾这个所谓的教改的影响 受到这些独化 第二个还有就是民进党的职人 他不断的刻意阻止两岸文化的交流 我们知道这大陆 我刚刚讲到大陆也派了学子来 但是也是经过不断的阻碍 不断的阻碍到最后好不容易才让他们过来的 民进党就是怕 就是怕这个台湾的这个年轻人 接受到中华文化的洗礼 所以说这次如果民进党下台的话 如果两岸能够开始促进两岸的这个交流 还有这教科书上 给予这个更正将会是重中之重